说那棵树又有人散掉自杀 然后原因是因为感情 那个时候就说怎么又来那种感觉 那因为过没有几天 各位我是童童童仙姑 那今天我们两则故事来自于灵异公社的罗伟文先生 那这故事来源其实很妙 是小编刚好去灵异公社关了一下的街 也好看到这个故事是真实性很高 尤其他还有灵异照片 现在呢 我要讲就是我们今天最 刺激跟恐怖的故事 尤其下面等一下还会有一张 灵异照片 而且他的照片是在 除煞之前他们先拍的 所以我觉得可信度非常高 到时候你们记得慢慢看 那这件事情是在多年前的一个案子 他那个时候就从事那个地产业的工作 那当然这也算是一个巧遇 为什么 因为他那天就是要去客户家的时候 遇到客户的女儿 然后他并不知道他女儿之前的事情 所以到后面才知道 他那天呢就是要去客户家嘛 就晚上的时候就开车 就突然眼睛啊 余光 就瞄到一棵树 上面好像有个女孩子挂在上面 他那个时候紧急刹车就想说 这什么东西 他想说下车看一下好了 他一下车的时候 他就跑那棵树前面看嘛 就想 什么都没有怎么回事 这样子 然后 他这个时候他觉得身体很不舒服 就有种 觉得不知道哪里不对就对 然后那时候想说 我就要转头离开嘛 在他离开的过程 他就觉得 身后有视线在看他 可是他走的距离又没有很远才没几步 他觉得那种就很直觉式的感应 就是觉得后面就是有人在看他 一转头看 什么都没有 这时候就想说 赶快就是回到车上嘛 就刚好他就是走到车上的时候 突然就是 大概来了一个六十几岁的阿伯 然后那个阿伯就跟他讲说 你赶快离开 不要在这边停留 然后就跟那个阿伯 陈述说 没有只是来客户家经过这条路 说你赶快走 他就是一直催他赶快离开 不要在这里 那之后他就赶快上车 就隐形发动 就那时候头就往后看 阿伯不见了 在左右两边瞄一瞎 本来真的不见 他想那算不见就算 那时候就开车准备离开了嘛 到客户家 客户的太太就出来接他 这时候旁边有一只很可爱的毛小孩 就看到他就一直摇尾巴掌 很高兴 可是他那时候觉得很不对 是那只狗狗看他 好像是在看身后的东西 不是太看他本的 是看他身后 那时候其实有点毛毛的 然后呢 这时候太太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我们家的毛小孩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 只有我女儿 在世之前 都有这样的反应 就是会这样子 看他主人 然后摇尾巴的感觉 然后那时候 就是感觉会觉得 更毛一点 想说到底现在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就跑去客厅坐着嘛 没想到那个毛小孩 还是坐在我的附近哦 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 可是因为这个时候 我要跟我客户签订那个 专委后的一个契约嘛 当然这时候就很闲啊 就想说跟客户 就是聊一下他女儿的状况 就问了一下 没想到 我的客户突然就叹了一声 我女儿是因为感情的事情 所以散掉自杀 然后我就这样听了之后 我就 突然跟他讲说 我在来的路途上面 就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细项的问题 然后就陈述给这个 给他们夫妻知道这样子 突然太太就哭了 他就说 我女儿回来了 他就突然 哭的真的 就真的很难过 很悲伤 他就说我女儿回来了 他说难怪他养的小狗 今天的行为举止跟以前是一样的 然后那时候 当场听可能会觉得 哇 蛮神奇的感觉 然后到了后面就想说 就不打扰他们了 就赶快 把事情做好 刚刚离开 那这个时候 我就离开之后想说 因为我还有一些资料整理嘛 所以我一定要先到公司 整理资料之后再 回家 然后回到家 那时候啊 因为所有事情都蛮好了 我就 瞬间的放松 我觉得我今天 就是很疲累 我就 帮自己泡了一杯茶 看着电视 一般来讲应该是最放松的时候 可是没有 因为我刚刚就一直 不知道为什么脑袋一直在回想 我刚刚去客户的这些过程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开车到 刚刚我看的那棵树的地方 我没想到我在那棵树的下面逗留一下 可是我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 我心中 突然 对的那棵树 我会想要去散掉自杀 会有这种冲动 我 现场待了没有几秒 我感慨人就转身就离开了 因为 这感觉真的不是很好 过了快两个月之后啊 听到有人讲说那棵树 又有人散掉自杀 然后 原因是因为感情 那个时候 就说怎么又来那种感觉 那因为过没有几天 就是客户啊 他自己就是 在市区有买了一间房子 今天要过来签约嘛 然后过来签约的时候 签完约就整理整理这条就给客户 突然客户就跟我讲说 他有梦到他女儿 然后他女儿跟他说 散掉的那个女生 是他现任男朋友的 女朋友 女朋友 因为他们已经分手了 分手之后才交的女朋友 所以 散掉的那个女生就是他现任男友的女朋友 就这样离开了 然后当下我就觉得 哇这个交替也抓 也太巧合了 真的会有种 怎么会这样的感觉 就把客户送出去嘛 那大家都以为这样事情就告一段落 对不对 错了 并没有 为什么 因为抓交替之后啊 他们那棵树 时长的晚 狗狗都对的那棵树 一直吹 一直吹 但是有人看过那些狗 在吹那棵树的样子 这眼睛 放着那个绿光的感觉 所以会让大家会觉得有种心中恐惧感 那因为这件事情啊 闹得 肺肺痒痒 隔壁邻居什么 大家都开始担心跟害怕了嘛 所以有去找这个 先生说啊 因为当初自杀是你女儿 所以你必须要负责任嘛 当然这个先生就觉得 对是我家的问题 我必须要负责任 你确实造成别人的困扰 之后他就找了我 去处理这件事情 于是呢 我就选好日子 那法师当然就是要 要处理这个送杀仪式嘛 所以 在还没送杀之前 我照了这个照片 于是选好法师就是 送杀仪式 大家都要知道 当天的天气是非常的好 新闻是报没有 没有下雨的几率 可是那天呢 我们在这个法会的时候 送杀的过程的时程 居然下了两小时的一个 就团下雨你知道吗 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然后父亲的狗一直在吹高雷 这样子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那棵树呢 没有砍下来 因为 这个上吊的女生 要等他的复兴汗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棵树 大家如果真的未来有经过 怎样都要小心 因为我不知道那棵树在哪里啦 所以 就是 反正网上大家就尽量不要在外面 可是在这个提前 我可能要先告知大家 因为这个照片 其实我个人看会有点 毛骨爽眼的感觉 而且他真实性其实还是有的 然后呢 就是如果你们在观看之前 我建议就是 看完 有人不舒服 如果你叫我静香 就点静香 如果有那个 就是爱草帐 我可以洗澡 你就顺便洗一下 那如果什么都没有人麻烦你隔天一定要去庙里面走走过过香炉这样好不好 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建议大家这样做 这次录的这个故事啊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 其实很多人的投稿故事啊 我都很希望就是可以把它尽心建立讲好 然后也尽量多用一点心思在故事的内容 可以比较 仔细陈述给大家做了解 可是我跟大家讲 这是我讲的第2个故事啊 我完全都记不起来 我有时第1次以来 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要讲到一些特定的点 他突然就会让我好像得失一样 就是 那个句子完全你都会忘记 然后等你讲到下一段的时候 你又突然回想到 前面是不是有一段 没有讲 而且 那个时候我在家里一直在看这个故事 的时候啊 真的就觉得很毛 为什么 你会头痛 整个身体 会觉得很不舒服 这是 我有时以来我觉得 遇到这种事情 我心里其实会毛毛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已经讲那么多故事 其实 没有遇过 比这个更毛的事情 尤其是 罗伟文先生的第1则故事 那个没有问题大概20几分钟就可以熟悉下来了 但是他第2则故事 我在花两天三天的夜晚我永远都记不下来 我只能就是尽量去记他 尽量去陈述 就感觉上 好像有无形中就是有人好像不希望你去讲他这个故事的感觉 就像人家讲鬼打墙 可能这条路就一直让鬼打墙 怎么进怎么出都同一个 地方的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悬的地方啦 当然今天所讲的故事都是有经过罗伟文先生的授权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去讲这个故事 当然那个罗先生也有公讲说 因为他的照片也是有处理过 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的看 就不用太担心 好啦那今天故事就到这里 然后未来有想听什么故事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大家有自己的故事可以在下面投稿给我 对然后每周三晚上都有首播 然后记得晚上9点不见不散 然后按赞 订阅 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见喽 下开了 拜拜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了 警方 开启小铃铛